哈囉 大家好 你們最近的IG跟Prinches上面 有看到這些頭髮嗎 沒錯 就是女版的狼尾頭 這絕對會是2021年的避雪髮型 一定要把這支影片看到最後 就可以把這個髮型輕鬆的完成喔 沒錯 我們今天又要講解的是這個 狼尾頭 那從我們這個19年的美髮圈開始 就是席捲這個精靈短髮 跟夠爾後短髮之後呢 其實這個狼尾頭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是2021年避雪的一個技術 那其實這個技術也不難發現 它其實就是跟夠爾後短髮 跟所謂的男生的這個狼尾頭的概念 其實是很相似 只是說女生嘛 總是會比較柔和一些些 所以我們就針對這個女生版的狼尾頭 我們就來開一集講一下 需要注意一些什麼樣的細節 那我們就換個視角來做一些講解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剪的是女版的狼尾頭 跟男版的概念其實很雷同 但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這次用的不一樣的分區 就是三角形的分區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是一個三角形的 那這個三角形有個目的就是 因為這邊是歸在外線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樣的話 後腦這個地方會比較容易收窄 它比較不會那麼飽滿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做一些嘗試 如果你希望頭型比較飽滿 你當然也可以分的是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去 按照頭型的不同去做一些調整 那首先我們先做凸點以下 做一個外線的一個設定 那這個外線的是一個中長髮 我們設定的是一個方形的架構 這個設定完之後 這個外線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會按照 我們外線所設定的這個長度 如果說你希望是一個 厚重有點微微往後翹 那這個角你就去一點點就好了 就像這樣子 像我去的就比較多 所以我拉的角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希望能夠讓這個 後頭部這個地方收進去 所以我剪的就是比較高層式的一個效果 但這個不一定 你也可以剪像我們之前剪的 狼尾頭那種直角的感覺 也是蠻好的 也可以直接拉出來 然後呢 我們一樣設定雙引導線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一樣拉出來 高角度的剪裁 一樣拉 那這個時候呢 側邊一樣就是一個方形的 後部也一樣是一個方形的 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讓我們的後部形成一個方形的架構 然後保留我們的耳後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最近一直在聊的這個 所謂的狼尾頭或是日系造型 非常重視的就是耳後這個地方 一定要保留一定的厚度 那我們的後部剪完之後呢 我是使用點檢 有一次我希望讓我的髮尾比較輕柔 那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剪我們的兩側 兩側的部分呢 一樣我們的外線 我一樣會保留我們所謂的方形的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角 那就是後部方 側部方 那這邊會讓它有一個角 那我們的側部的一個層次呢 因為一般來說 這種日系的狼尾頭 前面都是比較短 後面是比較長 會有那種前高後低的效果 那我們一樣保留外線 但這個外線盡可能比較剪掉 因為這個剪掉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斷層的感覺 我們一樣保留外線 但是如何創造出一個前短後長的效果 這個時候我會在我們的這個前半部這個地方 提升一個相對高的一個層次 然後我們的分線會是斜後分線 然後將我們的側部的頭髮 全部集中到第一個分區去做剪裁 那這樣子的話 剪完頭髮就是前短後長 可是這個地方的外線這邊 依然是保持得住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一個斷差感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也就是說 我們會提高角度 把上面的層次創造出來 但是我們的外線是做保 那這樣落下來的時候 因為前面這個地方 髮際線等於是比較高的 後部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本來就會有一個前短後長 而不是真正在這邊把這個整塊都剪掉 因為你這邊整塊都剪掉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一個非常短 跟非常長的一個落差 那一般來說 狼尾頭我們會保留這一點點外線 然後讓它往後勾 留在這個地方 視覺美感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接著後部跟側部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吹風 然後去做一些調亮的效果 那調亮我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邊的調亮 就是底部這個地方的調亮 我們會採用的是 上短慢慢的變長 也就是說 也就是所謂的調亮高層次 我們會讓這個 底部這個地方收進去 然後我們等一下的上面 就會用調亮低層次 調亮低層次 讓我們的上部去做一個 比較飽滿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的話 是我們在調亮上面的一個思考 吹風完調亮完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會 開始去剪我們頂部這個地方 那我們在剪頂部這個地方 其實跟我們之前在剪 其他版本的狼尾頭 其實都很像 就是我們會自然垂落 相對比較低角度 去剪出來 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按照這個落點的位置 再把這個角 做什麼呢 把它去掉 OK 再把它去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可以顯得這個位置 就會比較自然 那前面這個地方呢 除了是下半部 我們會把它拉到前面之外 我們的瀏海這個分區 也是會做一樣的動作 原因是因為我們會希望 我們的前面 比後面稍微短 以前讓它頭髮往後跑 所以這邊一樣也是一樣 相對是一個高層次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髮型裡面是 高層次低層次 再一個高層次的一個效果 去累積出像 你們所看到的 這樣狼尾頭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在去的時候呢 去角的時候 我們的後半區 一樣會分定點方式的分線 然後水平分線 水平分線 水平分線 這邊都微微往後 微微往後 前面兩個分區我們就直接往回拉就可以了 這樣子剪出來的效果 就是前面的長度 我們會進行做一些保留 那這個後面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去角也畫一下 定點方式的分線 拉出來 你們會發現我在去角的時候 我的角度都不會拉得太高 因為拉得太高就沒有用 因為你最主要是針對這個 這個落下來的這個位置 絕對很厚重 那你把角度拉高 你就本身就沒有去到 應該去到的位置 就會顯得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講 這個女版藍尾頭 需要注意的一些重點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一些重點就是 我們的 上面這個部分 我們會用調量低層次 那下面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用調量高層次 這兩個去做一些搭配 讓我們的這個 出來的效果就是 裡面我們會收進去 表面會有一個飽滿的一個效果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藍尾頭需要注意的一些重點 那我們就把鏡頭轉到另外一邊囉 OK 沒錯 那剛剛從另外一個視角 可以很清楚看到這個 藍尾頭需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簡單的可以分成三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分區 你的分區其實基本上 我們今天是分三角形的 你要分圓形或方形 當然都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內部的高層次 那其實這真的蠻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內部沒有產生出高層次的話 你沒有辦法體現出這種藍尾的 這種飄逸的這種效果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 我們這個頂部的這個 低層次跟高層次的搭配組合 原因也很簡單就是 低層次剪完之後 一定會產生出比較明顯的硬線 那再搭配一些高層次 讓我們的這個硬線 去做一些柔化的效果 我想這都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些元素 大概就分成這三個 那有什麼問題 其實開放下面都可以留言 那或者是你有什麼想學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技術的部分聊完了 我們就來聊一些有關於我們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好像是從上個月吧 上個月開始跑一些場合 就是我們的一些課程簡報 發現了一些新的一些感覺 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從上個月開始跑卡滋卡滋 就是高雄的卡滋卡滋 一直到Round 2 然後台北的Rainbow跟四方 然後再到我上個星期去游拿 然後每一場合在做介紹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種新的教育 都感覺到非常的期待 那什麼是新的教育呢 就是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 就是在過去的教育裡面 比較多的是老師準備一套教材 然後老師已經滾瓜爛熟 而且非常的精準 然後不斷的教授 然後都會用一個統一的標準 去跟學生做一些衡量 例如說 我覺得你剪的這個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但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 以前舊友的教育好像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新時代的沙龍業者的一些需求 例如說 流行資訊很多嘛 那舊友的老師都其實不太喜歡做功課 都習慣性的就是 從國外學到一些技術之後 在台灣裡面直接做教授 然後 舊友的老師都不喜歡自己做一些功課 大家對於這種新教育 什麼是新教育 就是老師本身自己很喜歡做一些功課 就像我一樣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新時代的代表 是因為 因為我每週都要做YouTube嘛 所以我每週都要想說 這一集要做什麼節目 像我們這一集嘛 女生版的狼尾頭 就是2021年的必學髮型 那狼尾頭不會只有一個樣子 它可能會很多很多樣子 所以我可能會推出很多版的 女版的狼尾頭去做一些說明 那未來也有可能會針對新的一些 市場狀況需要學的一些技巧 例如說就像上上一集 這個狗尾頭短髮 就是精靈短髮 有好多人都在下面留言想要學削刀 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尤其是今年啊 它是疫情年嘛 所以基本上你根本就沒辦法出國進修 所有都一樣 你是沒辦法出國進修 我是教育工作者 我也沒辦法出國進修 所以都要自己做功課 怎麼樣去符合這個時代的一些流行性的內容 所以啊 新時代的教育 我相信絕對會是 教育者自己本身要做很大量的功課 然後去找到學生想要學的一些髮型 然後用你所會的一些技術 進行做一些邏輯上面的分享 然後讓學員了解到 其實這幾個髮型 其實可以透過這些技巧去創造出來的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學一個新的髮型 然後就單純的 它不是一個技術而已 我覺得 現在的概念都沒有那麼多的對與錯 所以它變得是 你需要去跟學員分享說一個邏輯跟一個架構 怎麼樣讓他們去做思考 那思考就可以延增出很多的一種風格 因為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就是 因為現在網路媒體的關係 每一家沙龍或每一個髮型師都有一個很獨特的風格 那大家都還在找尋這些風格 或者是你已經有一個風格了 只是你想用你的方法去呈現出來 所以邏輯化的教育就顯得非常重要 因為它不再只有對跟錯而已 但如果說過去幾年比較成熟的教育 例如說我們講的沙軒、通年蓋 或者是一些日本的美髮師 他們就有的教育絕對會是 我說一你們就不能說二 這就是標準 它就會 你沒辦法去撼動它的這個標準 所以你在上課的時候 你就總是覺得 哇這這麼醜啊 一定要學這些髮型嗎 那我就已經覺得 有些髮型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那我為什麼不能學我想要喜歡的髮型 那所以新時代教育就出來了 就是我們上的絕對會是邏輯 不是髮型 就是邏輯講完之後 你要學什麼 你就按照你自己想學的去創造出來 那上這個課起來 大家就會覺得很開心跟快樂 因為大家只是想要理解 邏輯架構要怎麼串而已 或者是我想要在店裡面做教育分享的時候 可能這個都是新時代的年輕人 會比較想要聽的東西 而不是 你告訴我一個東西 你剪得再種都覺得超醜的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學這些東西 這是 這幾年真的是 落差真的超大的 過去可能沒有這麼明顯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的 網路自媒體沒那麼發達的時候 還有可能會唬一下這些 新時代的人 可是現在真的是唬不住了 你不做功課就真的會被淘汰掉 所以真的 也鼓勵 我相信在看我的節目 有些應該也是教育工作者 真的做YouTube的節目 這種新媒體的這種成熟 已經是沒有辦法 阻擋的一個趨勢 如果你不做 你真的會被淘汰掉 那我就覺得 還好我在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做新媒體的內容 所以一直到現在做了70集的節目 那我就覺得 還好我有做 因為我顯然的 我的談吐跟我出去做簡報的感覺 新時代年輕人都可以接受 因為你已經證明了 你 你就算 我沒有上你的課 可是我可以從網路上面看到 你的內容絕對都是我想要的內容的時候 對於這些 新時代的人 他們接受度都超高的 所以也非常感謝 就是不管是卡支Round 2 然後Rainbow 四方 一直到Yona 謝謝你們 就是讓我跟Howard去做簡報 然後也感謝你們的Freeback 就是真的報名的超多 超多 他可能就是光這次場 能夠booking下來 就是有預約想要上課的人 很有可能跟2020年的報名的人 是差不多的 就是已經預約2021年的 那也證明了新時代的教育 就是大家所想要的 而不是大家已經不想要再去學什麼 五堂課可以學八款的髮型 或者是五堂課可以學十款髮型 這已經都對他們來講已經不重要了 很重要的是他們怎麼樣理解一套邏輯 而且重點是 大家都有一種心思 就是我真的不想一片一片剪 能不能用更快的速度 完成出我想要的一個架構 這已經是大家的共識 已經沒有辦法阻擋了 所以提高效率 然後了解邏輯 這就是科取簡法的一個架構 對這就是本週我自己 可能做簡報做了四五場吧 而且大家對我都蠻好奇的就是 一個教育者 然後會在網路上面做YouTube 然後每週都更新 他們真的超好奇的 然後我就去解釋 為什麼我想要這麼做 最近我常常遇到一些朋友啊 就是上上一期 我做夠我後短髮那一集 很多人都在下面鼓勵我 然後也真的很謝謝你們 有感受到就是你真的 不是為了讓自己想紅去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想要做一些內容 然後還有那種朋友 一看完就立馬打過來了 幫我加油的 也都有就是很謝謝你 我會繼續努力做這些事情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對的事情 不管是在網路上面做內容 或者是真的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創造出更多的教材 讓學員們覺得這是一個新時代教育 因為我覺得已經不可擋了 它就是未來的目標了 那這就是本週我自己最深的感觸吧 跟大家分享就是新時代教育 跟舊時代教育的一些差別 那未來如果大家對這種 教育的議題有興趣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定期也會分享一些 我覺得教育 關於新時代教育應該有一些觀念 或者是如果你們對於新媒體的製作有興趣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也會開一些有關於新媒體製作的一些節目 好不好 那這一集呢我們雖然是講的是 女版的這個所謂的 藍尾頭 那我們在上一集也講到男版的藍尾頭 也講到夠厚短髮 然後也講到調量 因為這集也講到一些 調量高層次 調量低層次的一些看法 那我們都會在上面放一些 影片的最後都有些連結 然後也希望你們都可以看一些 過去的一些影片 或許你沒有看過 有看過也沒關係 你再回去看你的感覺 應該就會不一樣了 那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梓淵 我們就下週五見囉 掰掰 聊天 如果你就不要拍咯 時間 會後 wond然還有收獲 看看 準備歡迎